今天晚上在苏澳港这里吃宵夜 这里有一家苏澳港华姐黑龙大肠香肠 苏澳港黑龙汤 苏澳港的入门红绿灯十字路口 今天晚上要赶过来宜兰 所以就炒炒在吃饭吃了点东西 到不了以后就发现这里路边有一趟吃宵夜的 赶紧来吃东西因为肚子很饿了 我就叫了一些 看到这里有一些食品跟香港的风格很像像 所以马上就下来找吃的 发觉有好几样东西 所以我们香港吃那个炸 这个那个是什么的 我们那个大炸烩 香港我们不是有吃面吗 吃面的那些 厨面啊 肉面啊 然后也有萝卜啊 然后也有萝卜啊 这个 这个 还有这个 鱼蛋 这是没有猪皮 这里没有猪皮 但是有猪肠 还有苦瓜 还有豆腐 芽菜 牛丸 香菇 哇 这鱼片 好多好多 品种很多 我刚才来教了这个香菇 还有鱼蛋 还有萝卜 豆腐 还有就是一个 一条 烧鱼 非常好吃 吃起来 哇 超乎我的预期 简直跟香港的 我们吃开的那个 粗面啊 肉面啊 那个差不多 味道真的很好吃 非常好吃 所以我特别的来介绍这家 呃 宵夜 在台湾很多地方 都特别是小地方 很难找到有宵夜吃 很难找到有宵夜吃 特别 而且又很好吃的话呢 那就更难得了 所以我特别的介绍 这里的话呢 跟那个 宜兰啊 跟宜兰市区相差 大概是20来分钟的吃程而已 所以大家如果在 宜兰找不到 宵夜吃的话呢 不妨来到我们这里 苏澳港的 港口这里来 啊 吃这个 跟我们香港 啊 做法很相像的 这一家 苏澳港 黑轮湾 因为我的内存没有了 所以的话呢 只能够介绍到这里